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法师,这句话出自《大吉经部》哪篇经文? 曾看到一位居士说,《大吉经》没有此说,而且整个《大吉经》也没有此句话。 这是经额传额之说,弟子没有余力去通看全部《大吉经》。 所以特辞请教法师,忘词被开胜。 这个问题好像前段时间也有同修提问过。 首先本人也没有认真的全部把《大吉经》读过。 所以你说他出在哪部经文,我也不可能给你明确答的。 但是有一点,这句话是很多祖师大德都引用过的。 有很多事情都是有些人无视声势的。 就像八十年代说,代言往生有个查经小组,说所有经典没有代言往生四个字,于是就否定净读法门的代言往生。 但没有这四个字,代言往生的意理,到处都是啊。 为什么你非要这四个字呢? 那么于此来看,这个经典当中,处处说末法众生靠自理修行很难解脱。 那么这句话从理上来说,它是不错的。 末法人修道,你说谁能得道? 得道,而不是悟道。 得道就是正的意思。 谁能断贱或施货? 谁能断沉沙或无名货? 也就是说靠自己力量想断箭尸或沉沙无名,是罕一有人的。 西汉有这样的人的。 这种事实在这里。 经典当中也处处说明这个问题。 祖师大德也常常开心这个问题。 所以让我们全身心靠道阿弥陀佛慈悲力量, 杜脱身世苦海。 这是正确的一种说法。 你为什么还在这抬杠呢? 所以还是老实一点。 听祖师大德的话。 这句话都有时间,也可以去找一找。 但即便找不出这样的话, 但这个意思绝对是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文句表达的。 《无量寿经》里面就谈到, 有意义菩萨, 不能听闻这个净土法门, 都能退转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 连菩萨不修念佛法门都会退转, 无上正本正觉。 那么苏婆世界,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成佛, 会十方诸佛赞叹他两难呢? 在这五诸恶士成佛难, 在五诸恶士说净土法门难。 你说这个五诸恶士, 五恶五痛五烧, 想得人天都不可得的时代, 得人天果报都不可得的时代, 更何况要得道, 那是太难太难的事情。 这些意识随处可见, 所以你还是老实的按照这句话的义理, 去一心念佛才能得度生死的利益, 不要去随便就打妄想。 念佛人生了病, 如果万元放下, 只念佛求生净土, 会有病情被耽误的情况吗? 换句话说, 念佛求生西方, 如果受元未到, 病治会好。 这里说的病, 是不是只针对无法救治的恶性病? 轻一些的病, 不愿去医院, 也想这样做, 会被耽误吗? 而念佛人, 他还在凡夫的层面, 我们就用凡夫的法来对待。 我们并没有说, 念佛人生了病, 你不去治病。 我们还是希望他按照世间的医疗进行治疗, 是同时提取这句佛号。 那么等到年纪大, 生了重病的时候, 一定要提起求往生的心, 不要一味的去求健康的心。 你求往生的心, 你寿命, 四寿的寿命还没有尽, 还没有到, 自然能够念佛身体会健康。 但如果你的瘦数已经到了, 你一念求健康, 贪生怕死的心, 就可能耽误往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一定要把求往生的心提上来。 但并不意味着不进行治疗。 所以这两者不是水火矛盾的关系。 念佛人生了病, 你可以进行治疗, 但求往生的心一定要恳切, 两者可以并行不备。 到了关键时刻, 你自己也明白肥天乏素的时候, 尤其是很多癌症晚期病人, 饭都吃不下, 靠着这种输液管制来维持生命的时候。 你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有一个大的决断吗? 这时候你就得要有一个决断, 把管制撤掉, 你就念佛求往生吗? 你靠管制维持生命干嘛呀? 所以这些在不同的因人, 因时,因地有不同的助法。 但一般来说, 念佛人生病还是要治疗。 如果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通过念佛, 念佛能治病也是决定不虚的。 但问题是你没有这么强的信心呢? 你没有这么大的念力啊, 所以在你身上可能治病的功能就会打折扣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也不敢让你放弃世间的治疗啊。 是这么一个关系。 近日, 深圳祝念团成功送一位莲友往生。 作为一名念佛人, 人自行化他劝进行者, 成就他人作为往生之粮。 还是不顾一切, 舒舒服服在家求念佛求往生。 两者如何取舍? 请慈悲开示。 这两者正好相辅相成, 你不要搞的是相互矛盾的关系。 一个念佛行人, 他首先是要关注自己往生的把握, 要把功夫用在自己方面。 同时也随分随力地做那些度化众生的事情。 那么助念, 这是一个念佛人最关键的时刻。 是需要联友去帮助。 我们出于大乘菩萨精神, 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义不容辞地去帮助。 这种帮助是帮助了那个病人, 同时也在利益自己。 因为你去, 你是帮他念佛嘛。 念佛的功德利益了病人, 更多的是利益的自己呀。 你说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念佛, 正因为太舒服了, 你就念得不肯切了。 这时候你到那个病人旁边, 要死在人旁边去念佛,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对这个死亡, 对这种无常, 马上就警觉起来。 通过他今天的死, 马上想到明天就人到我了。 这时候这个心不肯切起来了吗? 这不是成就了自己往生的知良吗? 这里正好是相辅相成, 不会耽误。 这个耽误的是你的念头。 你把这个念头摆正, 正好不仅不耽误, 而且真上。 地藏经也都说的, 为王者去念地藏经的功德, 王者只得一分呢? 六分功德是归念经的再生的人呢? 那么念佛义佛如是, 你就好好地帮助助念就好了。 盈欲是修行最大的障碍。 弟子想断除盈欲。 可和盈欲战斗, 每次累战累败。 请问师傅如何解决盈欲问题? 达到什么果位才能断除盈欲? 看来你还挺有道性的。 盈欲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根本。 你不能简单地说是修行最大的障碍。 修行是存乎其人。 你想断除盈欲,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角色。 如果你是在家居士, 并没有要求你去断除盈欲。 你可以过正当的法律许可的一夫一妻制。 就不要天天跟盈欲战斗。 哪战哪败, 对一般人来说是必然。 要彻底解决盈欲问题, 那你说出国圣人还要七次往返人间呢? 他为什么往返人间? 欲战的盈欲还没有断, 他才要七次往返来断。 到了挣到二国还有一环, 还要哪一次? 你要挣到三国阿拉罕, 他才断了欲战的盈欲。 对一般的众生来看, 谈何农意? 所以我们说带欲往生, 其中就包含着带着盈欲的烦恼去往生, 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对于敬虐行的人说, 你在深信切愿上下功夫, 不一定天天跟盈欲作斗争方面下功夫。 你要把这个位置摆在这里。 那么如果你以深信切愿念佛, 这就名号具足清净光。 阿弥陀佛就在名号里面, 已经给了我们对峙淫欲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清净光就对峙淫欲生。 你的淫欲火通过念佛可以转为智慧光, 是这样善巧地转过来的。 你不借助佛力, 你想转,你想搏斗, 你搏斗不了的。 你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做败将, 还是在老实念佛当中去超越它, 靠佛力加持。 所以奉劝你如果是在家居士, 你又过在家居士的生活, 信愿持民,待也往生就好了。 阿弥陀佛, 怎么样对待知见不正的人呢? 你怎么知道他知见不正呢? 首先问你, 你自己知见正不正呢? 所以你先不要去老实考虑对待别人知见正不正。 你首先常常问自己, 我自己的知见正不正? 你自己要好好的, 要了解般若的空性, 要了解从空性里面建立的这种因果, 以及慈悲的力量, 以及从空性产生的妙友,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以及在这个时代靠智力解决不了问题, 你唯有全身心归命到阿弥陀佛才能解决问题。 行为成面, 五戒十善, 敬业三福。 你先把这些知见建立起来, 而且把它落实在自己的行动当中。 这已经是够你知心合一, 解心并进很长时间了。 你一天到晚不要盯到人家看, 知见正不正。 你自己不正, 你也判断不了人家正不正。 即便判断人家不正, 你又有什么办法扭转呢? 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看, 我们都是知见不正的人。 甚无信如意, 如意不可信。 凡夫众生全体都是迷惑颠倒。 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知见不正呢? 我自己, 自己就知见不正。 所以老实下来, 关照自己, 好好读圣言量, 好好去读祖师的著作, 尤其要老实念佛。 在我们的武力时, 所谓的身见, 边见, 见取见, 见取见, 斜见的这样的一个见着里面, 安顿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就能转凡夫之见为佛之见。 等你在这佛号当中得到佛之见, 开发智慧光明之后, 你才来去谈这个问题, 怎么对待人家对正不正的问题。 首先可以说你自己就不正。 请问, 你对商修如何看呢? 能不能修呢? 有师父希望我修商修? 我不知道该如何。 什么叫商修? 你商修什么? 是商修清净法, 还是商修污染法? 是求超越六道轮回? 还是在轮回里面陷得更深呢? 往往有些所谓的修行人, 借着修行的这个名号, 干他那种凡夫非常卑劣的行为。 这种虚似, 这种是大贼啊, 是不可取的。 在凡夫面上, 你远离所谓的商修。 这一定会求生反堕, 堕落得更快。 那个师父希望你修商修, 这个师父离得越远越好。 这个末法时代, 这些不持清净戒律的所谓的师父, 都是邪魔外道。 你这是决定不虚的。 看《能言经》的四种清净明慧, 你就会得出这样的决定。 你该怎么办? 你静而远之, 不要再不跟他讲话, 不见他的面。 你好好去念佛好了, 远离一切所谓的商修。 如果你对这个还好奇, 还好药, 还去做, 首先是你心不正。 是你的心不正, 才敢造成这样的师父, 要跟你修商修。 不怪别人, 怪你自己。 没有正念, 烦恼太重。 所以你一定要生大忏悔心, 大忏悔心, 赶紧回头。 要么三个道里面, 又有一个人挂号了。 印章文超中说, 不宜佩戴佛像, 应不恭敬。 如鼎座, 你拜仁, 拜仪, 被拜君者福。 可是, 那么可佩戴咒文吗? 但佛经中有佛, 有佛足众生书咒佩戴。 但作为法宝, 带着顶礼人, 是否获罪。 请慈悲开示。 这个佛像, 包括一些拿着佛像, 印得住拜殿, 或者坐着, 这些都是没有恭敬性的亵渎, 所以不应该做。 所以这个印章的开示是正确的。 但咒文呢, 还是可以佩戴的。 在经典当中, 包括在《能言经》也说, 把《能言咒》即便, 能够读诵更好。 不能读诵, 你书写戴, 戴在身上, 挂在那里, 都能够有这样消灾得福的利益。 那么咒是法宝。 你把它放在一个很恭敬的地方, 一般在胸这个地方, 在上身这个地方。 我们礼拜, 一般都会礼拜三宝。 礼拜三宝, 这个谈不上货罪的问题。 好, 请问给老年的父母讲净土, 他们无法接受怎么办? 无法接受是你还是没有善巧方便。 道德的感造力缺乏。 你不要怪你父母, 顽捏不化, 而是怪自己, 还是德能不够。 要寻寻善诱。 一般的父母都比较, 一般的人都会贪生怕死。 你不要直接就叫他念佛求往生。 他一说, 你说你这个家伙, 我养大了你, 你还巴不得我早点死啊。 这个还不得好说。 你就说念佛能够身体健康, 念佛能够延年一寿, 念佛能够变得年轻。 你就说这些他爱说的。 他听听, 这挺好。 慢慢子他得到利益了, 再跟他讲一下, 生死是大事啊, 人已经这么老了, 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 如果我们有个好趣, 不是更好吗? 慢慢子说, 最好的去说是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啊, 只要念就可以去啊。 这是你平时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同时呢, 也把你念佛, 拜佛的功德, 回向给父母。 请佛菩萨加持, 让自己的父母能够信净土, 能够求往生。 确实对任何一个子女来说, 能让自己年老的父母念佛求往生, 这是尽到了为人子, 为人子女的大孝。 一切孝都不能跟这个相比。 所以你的要有方法了。 家里人不喜欢自己学佛怎么办? 任何的境界线前, 你不要看外面。 要从自己找原因。 家里人不喜欢自己学佛, 这是你心性变现出来的一个境界。 所以不喜欢的问题, 是从你自己要找原因。 你要让家里人喜欢你学佛, 你怎么样把这个学佛做到位? 敦伦敬奋, 咸邪纯纯。 足够不做众善奉行, 你从这里下手。 然后用发大菩提心, 念佛来扭转。 你这个境界, 境界是坏的境界, 说明我们修行功夫不够。 那么判断修行是不是有进展, 看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化, 说明你修行有进步。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出现这个境界, 要从自身找原因。 为什么佛法是不二法门? 不二就是平等, 就是空, 要空无相无怨无作。 这个超约二的对待。 因为在二的对待里面, 所谓的科体、主体、能、俗, 这些都是凡夫的境界。 由民生属, 属立造姓王, 这都是凡夫境界。 所以切读到不二, 就是切读到我们清净的自信。 清净的自信就是佛的知见, 佛法的精神。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佛教的一个常识了, 大家要了解就行了。 我们来回答一下现场的一些问题。 我受了菩萨界, 这一生一定要成佛。 我的子女有事想找我求菩萨。 我念经专门回向给他们消灭障, 是否分别执着自私吗? 对自己成佛有影响吗? 请开身。 你受了菩萨界, 你的观念, 这个知见不是这个。 你受菩萨界, 你这一生一定要求往生。 往生再成佛。 成佛一定要分两步走, 一步不能到位的。 所以要建立这么的知念。 那么你这个菩萨的心就是平等的心, 不仅对于自己的子女, 对于一切子女, 都是我们多生多结的子女。 要给他们快乐, 要拔除他们的苦难。 所以子女有些难办的事, 要你帮助, 你到那念经回向, 给他消灭障帮助。 这是可以的。 这不是什么自私分别自主。 对你的成佛有影响。 对你的往, 你加上两个字, 对你自己往生成佛有影响吗? 这样就对了。 你不要老是想到我今生在这里, 一定要成佛成佛。 你今生在这里是成不了佛的。 一定今生成就往生的。 所以这样你这样的心, 正确的知见, 慈悲心不仅没有影响, 而且是你修行的真上缘。 有的常住居士发愿每天五百拜, 这个数字每天在疗防拜, 是否如法? 这没有问题。 他在疗防拜, 在哪拜都一样。 我是个老年居士, 求极乐心情迫切, 但从不用佛术技术, 随口念。 这样方式对不对? 效果如何? 效果如何? 是看你是不是失心? 不在意你用树枝还是不用树枝, 但你看你随口念, 大概这里面有问题了。 你随口滑口去念, 口里是否念着, 心里还是打其他的妄想, 这样不好。 一定要念知在知。 念佛的时候心就在这里, 心与声音相依。 这样念佛, 叫都舍六根纪念相继。 这样就读法。 弟子在家于每月六斋日, 自受八观斋戒, 因工作需要, 怕自受后做不到, 可否在六斋日不受戒, 但按八观斋戒法受辞。 请师父开始, 谢谢。 这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一个特殊的修行, 比如东宁寺昼夜念佛, 十字百万佛号闭关,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正规的, 受八观斋戒的遗规。 那么如果你在家里要做的规范, 可以自识受。 自识受以后, 但是他有时候工作当中做不到, 做不到你有一个什么方便。 你在做不到的那个时候, 你心念舍, 舍了就可以了。 自受八观斋戒后, 一定不能坐卧现在的席梦思床吗? 我家里吝啬小床的条件不成熟, 是否得打地铺。 八观斋戒不能坐高广圣床, 它是指你自己能做主的时候, 你不要搞成一个很大的床, 很大的床, 增加放逸贪婪的心吗? 这是指从自律的角度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说你是到其他地方, 是人家准备的, 你不能做主的, 你就随缘嘛。 人家给你睡的, 给你准备了席梦思, 你非得不睡, 人家反而胜烦恼, 这时候你就随缘, 就可以了。 佛戒法不是像你理解的那么僵化, 席梦思不睡, 我在下面打个地铺。 人家说, 学佛人怎么这个样子呢? 没有必要。 若在家吃八观在戒时出现胃痛或低血糖症状时, 能否进食一点流食食物? 请开始。 这些, 如果你亲近持戒的时候, 你心念比较肯息的时候, 这些症状都会慢慢消失的。 有很多都是你妄想出来, 执着出来的东西。 你把这个大性, 这个慈一念把它保持出。 所谓的饥饿, 所谓的疼痛什么, 他都会超越。 这就是修忍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寺院住室怕承担责任, 往往会更多的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菩提心的问题了。 我们大乘佛法尤其强调发菩提心。 那当我们菩提心上来的时候, 我们是, 他就会承担一份责任。 好事给别人坏事留自己。 那些怕承担责任的人就是做好好先生吗? 不敢跟坏人坏事去讲吗? 怕得罪人吗? 怕日怕嫩吗? 他就没有一种无畏的精神。 有无欲则刚, 那没有私心, 他就比较无畏, 无所畏惧。 所以我们确实修行人, 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念心发起来, 祖父欢喜, 隆天拥父。 这就是佛地就会加持我们, 令我们菩提道上快速的, 进步, 道业成就。 那些小家子气, 怕耽误我时间, 怕耽误我修行, 怕承担责任, 怕得罪人, 一天到晚就往脚牢里面捐住, 不愿出来做事。 这种人落个年以后, 你看看, 他道业上并没什么进步。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念大心发起来, 修福修慧, 福慧上修。 弟子深深忏悔, 皈依才两年, 在寺院复法, 住的不久, 平时也不送地藏经, 蒙山也没有过。 但是有时自己起蒙山, 瞎得我现在见到地藏王菩萨害怕。 不知是不是可以理, 有人叫我送金刚经地藏经, 送了几天我又没送, 好像我还没有, 我念福感觉轻松, 弟子很无知, 不知道怎么修行, 能让自己和家人迅速, 有力成就。 请开始, 现在心很徘徊不定。 你在东宁寺著, 我们天天讲要信愿辞明, 要一门深入, 要专修, 你怎么还要金刚经啊, 地藏经啊, 什么什么一大堆啊? 你还是对于居士来说, 越简洁啊, 越简单, 越好啊, 所以奉行善导大师的五种专修, 要读诵, 就读诵净土经典啊, 要礼拜, 就礼拜西方三圣, 要供养, 就供养西方圣众, 要称念, 就称念弥陀名号啊, 啊, 约专啊, 约单一, 就越能跟西方净土阿弥陀佛, 建立亲切的因缘关系, 往生就越有把握, 啊, 不要搞得那么咋, 啊, 你不送地藏经, 你少少了你什么呀? 万德弘明一切具足啊, 啊, 你能把佛号把它念好, 一切都有了, 成佛都有余数, 何况其他的福德呢? 啊, 所以你这一法具足一切法, 啊, 要把握念佛的原顿的特点, 啊, 你就好好的去念佛就好, 啊, 啊, 好, 请看下面, 昨天我看了片光盘, 是台湾有个寺院, 在2006年2月份, 做千人念佛法会时, 有同修用照相机, 将当时的状况照了下来, 上面有好多的佛光, 即西方极乐世界形的莲花, 和八公德水七宝池, 即七重南巡和两条青龙, 很殊胜, 可有的同修说, 这是魔发出的光, 请问法师, 这是真的吗? 啊, 嗯, 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看过, 啊, 到底是真是假, 我不能在这里给你做判断, 但总之, 总之一个念佛行人, 你不要老去看这些东西, 看这些外面的境界来证明什么嘛, 啊, 那有的也许是真的, 有的做假的也有啊, 现在是一个这个, 这个, 缠尾的时代啊, 啊, 啊, 很多人容易做手脚的, 啊, 所以我们, 啊, 也不要去管管的那么多, 你好好的把净土经典, 啊, 你看净土经典, 无量寿经, 天天用无量寿经的一正庄严, 啊, 透过蚊子般若, 生起我们的观照般若, 啊, 我们在用这个一正庄严, 熏悉我们这个心, 这不当下得到限量的利益吗? 其他的外面, 呃, 外面发生的事情怎么样, 光盘怎么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啊, 所以你也不要去, 到底是佛发的光, 还是魔发的光, 你就不要去理睬那么多, 你佛号念的什么样啊? 啊, 所以, 还是不要在这里是真和假当中去那个, 你自己当下这颗心是不是在阿弥陀佛上, 这是你最应该关心的问题, 啊, 请问怎样理解灵命中时心不颠倒? 啊, 心不颠倒, 更多的是来自通过我们信愿辞明, 感通弥陀现前, 佛光铸造, 令我们啊, 意不贪恋, 心不颠倒, 如如禅定, 随佛往生, 啊, 感恩佛利, 好, 下面, 秘法在现代时代, 为何如此兴盛, 而不念佛呢? 你是在哪个地点空间来说这个话呢? 啊, 我站在这里, 我说念佛很兴盛呢? 啊, 看不到什么人在修秘法啊, 啊, 啊, 这个, 在中国大陆大乘显教念佛依法当中, 他有很多的基本原理, 跟密宗也是相通的, 啊, 都是靠佛力的加持, 以佛的果地诀, 作因地, 凡夫的因地心, 密宗也讲三密相应, 净土也是三密相应呢? 啊, 我们, 啊, 手揭弥陀印, 这就是生密, 口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 口密, 啊, 意念七方极乐世界, 一刃庄严, 弥陀的光明功德, 大愿功德, 这就是意密, 啊, 那么, 通过这个, 身口一三叶, 跟, 凡夫的身口一三叶, 跟阿弥陀佛的身口一三叶, 给我们的强缘的加持, 我们就能够跟弥陀的功德气氛沟通向趋近, 啊, 使我们转凡夫心为佛心, 转五卓成五卿, 这里面不需要其他的方便, 啊, 什么观想啊, 啊, 啊, 修佛啊, 啊, 这些都不要, 就在一句名号当中, 就能够完整具足, 啊, 所以这个,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陀罗尼亚, 总词, 总词法门, 啊, 就是无上咒, 无等咒, 大神咒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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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单刀直入, 这句名号就是佛心, 就是实相, 就是一真法界, 啊, 所以一个人不念佛, 反而是觉得是比较悲哀的事情, 啊, 你只要要了解禁读法门这句名号的功德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啊, 请问如何方便的引导基督教徒或其他宗教徒呢? 让他们相信佛教, 啊, 我们要给他提供这样的文法的因缘, 这里面我们佛教是应该做出一个检讨的, 上次我去釜州看到, 釜州基本上农村都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天下, 都是信仰类, 啊, 有很多的农村信仰基督教是什么, 是人家的那种传教士啊, 他非常深入, 啊, 他有非常多的方法, 啊, 搞很多的慈善事业, 走进千家万富, 啊, 去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基层传教的工作, 那么一般的信众, 一般的这个民众啊, 他内心都有这种宗教的需要, 一旦他最先接触什么东西, 他可能最先就信什么, 信什么宗教, 啊, 啊, 所以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这样的一个, 啊, 这个发展的速度, 这是他们有个这个很强的传教的这种热忱, 那么佛教本身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深厚传统, 有着民众根基的宗教, 为什么反而显得人数少, 这是跟我们教内逢法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啊, 现在我们也深深的优对这个问题, 啊, 我们也希望佛教的四种弟子来做这项工作, 啊, 前两年我到四川, 这个西藏去, 西藏那个地方有一批佛教徒也是念佛的, 他有些中学老师退休以后, 他就, 啊, 传播禁毒法门, 哎, 这些人很有一点宗教热忱, 他就背着电视机, 带上佛教的光光碟, 也是挨家挨父, 去放, 送佛教上门, 就这个举措, 马上产生效果, 那一大片的这个老百姓, 都信佛教, 还尤其信净土法门, 一下子就发展了五万, 啊, 所以上次我们就在那讲经他都很自豪的说, 我能够在几个小时当中集中五万信徒过来, 啊, 那说明, 这个做的工作, 啊, 所以现在你先不要谈引导他已经进来基督教过来, 先弄为主之后还比较难办, 你要上一致未病了, 还没有闪生病, 你对还没有发展的这个, 还没有被他发展的人, 首先我们也要抢占市场啊, 抢占餐头啊, 为这些众生提供一个闻佛法的机缘啊, 啊, 这是我们最先要做的事情, 然后第二步才是瓦, 叫瓦解也好, 反正争取也好, 吸引过来, 吸引过来, 其实很多基督教徒或者其他的教徒, 他从信仰的根基来看, 也不一定是很深厚的, 啊, 这个不仅是基督教, 就佛教里面有很多, 他信了佛教, 实际上啊, 他也拜拜佛, 也拜欲王大帝, 也拜这拜那, 有时候连三归一他都不一定很清楚啊, 啊, 甚至那修点法轮功什么的, 有很多佛教徒都去修啊, 所以这个其他的教也存在这个问题, 他虽然信了天主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 实际上他不一定是铁杆的, 不一定是铁杆的, 就提供我们可以争取的空间, 我们再给他传播佛法, 可能他会争取过来, 啊, 前两个月我见到一个从马来西亚的居士, 他在这个大型宝庭的地方, 因为我在新加坡讲经他也过来听了, 他说他从马来西亚来, 他说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就把我那个讲的信愿形呢, 净土宗刚愿信愿形, 扶持了很多, 就给了很多基督教徒去看, 哎, 发现一个现象, 那些基督教徒看完这套光盘之后, 开始念佛了, 啊, 他传达一个这个消息, 哎, 我也听得很很很奇怪, 那想一想, 哎, 也是, 他不是太铁杆的吗, 啊, 他处在那种信仰的徘徊状态, 我们忽然给他一个强缘的进入, 可能就把他争取过来了, 但这些事情是需要人去做, 啊, 需要人去做, 佛教的意理境界, 啊, 从理论到操作, 他是, 啊, 非常有, 优约条件的, 啊, 我们对其他宗教也要尊重, 啊, 但是我们在里面说, 我们的佛教真的是更好, 要把这更好的理念, 尤其是修行方法, 要传达出去,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啊, 这也是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希望我们劝尽, 行者嘛, 法华经说做卢来使嘛, 这佛的这均均教会我们呢, 梅布经里面讲流通, 都要去演说呀, 抄写呀, 读诵呀, 要广为流通, 啊, 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 这项工作我们要加大低度的去做, 啊, 这是行菩萨道, 度化众生, 救众生的法生会民, 尤其在中国大陆, 啊, 这项事情显得更为迫弃, 啊, 很多社会人士啊, 啊, 他真的是在这个, 这个时代活得是很无奈, 啊, 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当中, 真名夺利, 然后得到了, 他也没有幸福感, 没有得到就更没有幸福感, 他整个处在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 所以很有必要把佛法介绍给他, 啊, 这项工作要全方位的去做, 尤其是在家居士跟社会各阶层去广泛联系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去做, 啊, 这样来传播佛教, 好, 破戒后有补救的办法吗? 破戒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真诚忏悔, 也得下地狱吗? 请师父开始, 如果你是受了五戒, 这就叫根本戒, 杀到淫妄, 如果你破了这个戒, 告诉你没有补救的办法, 这叫断头罪, 断头罪, 这个头砍下来了, 砍下来了还能救吗? 接不上啊, 他断气了, 你说如果哪个地方受伤呢, 经过抢救还能够抢救过来, 但你杀到淫妄根本罪, 你破了, 那是没有补救, 叫不通忏悔, 所以这种事情, 这是要非常严肃认真的, 我们受戒是在佛面前的, 一个庄重的承诺, 这种承诺是要用生命周围堵住压下去的, 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破戒的, 所以古人为了持好戒带上一把刀, 叫戒刀, 等到烦恼实在还控制不住, 甚至要破戒的时候, 可以杀掉自己, 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破戒, 因为你丧失的这一期是烈报生的生命, 只是这一期, 如果你破戒了, 你生生世世法生会命的沉沦, 那是损失惨重,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 为什么受五戒我们要问, 你是有五戒, 你全词叫满份有菩萨有菩萨, 你受四戒多份, 你受两戒是半份, 受一戒也可以, 你要重量自己的水平能力, 你哪怕受一戒, 你的要把这一戒吃好, 你受不了, 你可以不要全受吗? 并没有强迫你去受, 佛教是非常有原则性, 同时也有变通性的, 包括出家也是这样的, 你出家就得奉行出家的戒法, 但你出家戒法你行不了, 你可以还俗, 他有这个自由, 你还俗一段时间, 又想想还想出家, 你还可以出家, 出家烦恼很重, 你还可以舍戒还俗, 你可以七次往返, 佛诸是这样慈悲啊, 但其实往返是对男众的, 对女众只有一次机会, 对女众, 所以你破戒后认识到自己错误, 哎呀,我再也不犯了什么, 从声闻部的戒略来看, 那是没用的, 你忏悔, 你也得下第一, 忏悔不了, 他忏悔不了, 所以, 这不能是开玩笑的, 有很多人, 我觉得他太轻率了, 上次有个条子说, 我上半年受到五戒, 现在全破了, 现在怎么办? 哎呀呀, 五戒全破了, 我们听到都胆战心惊, 他好像是很无所谓似的, 这东西都麻烦, 但是, 幸好啊, 还有净土法人, 可能你一线生机, 你赶紧以忏悔心, 自成念佛, 那下品众生也许有份, 下品众生就是对这个破戒的众生来施舍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原来破了众戒还能往生, 你不要这样认为, 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对那个破根本戒要下地狱的人, 其他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忏悔的时候, 阿弥陀佛还这样救度, 这是能理解阿弥陀佛慈悲极点, 也微生极点的特点, 但你不能拿这个作为我破戒没关系, 你这一念心下来, 你就麻烦了, 所以这里告诉你还有一条疊开的一条生路, 如果没有这条生路, 那你破五戒都到地狱里面去, 那是没有办法, 求生净土愿望中编地五百年不见佛, 以弥陀国土有何不同? 平时修学应注意什么? 这是讲三倍九品之外有一种属于编地余城往生, 就是他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只是他的莲花不能开放, 他在这个道路上自然见到两千游巡, 那有百游巡千游巡的一个大臣, 他就进入大臣, 也有七宝石八宫的水, 他也是有莲花化身, 但是他进入那个以后是看不到阿弥陀佛, 看不到菩萨身闻身, 听不到佛法, 这就叫编地, 编地是比喻巴难里面编地, 是什么听不到佛法的地方叫编地, 巴难之一, 比喻成你在那里面听不到佛法, 编地, 有的叫胎生, 有的叫夷城, 那么这五百年在里面跟你莲花出来的情况, 那有大的不同, 你莲花出来可以见阿弥陀佛, 见观音世事, 见清净大海众, 能够得弥陀愿力加持, 得六种神通, 分身无量世界, 得百千陀罗尼, 等等那个神通妙用, 你在那个边地遗城里面都得不到, 所以了解这么一个事实之后, 平时就在我们现前修行当中, 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清净信心, 这样的编地遗城的原因, 就是他信心里面夹杂着怀疑, 他有怀疑就在莲花里面不能开放,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在莲胎里面, 这个最多是五百年, 但是你如果一去, 就发现自己不能见三宝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能够透过, 这是阿弥陀佛还对他加持, 还放佛光到那个这个遗城里面, 透过佛光他发现自己不能够见佛文法, 见菩萨生的原因是说一, 有个罪的罪行的根本就是怀疑, 他这时候发起一念忏悔的遗根的心, 这个遗根忏除就马上能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怀疑, 疑惑给他忏除, 然后使我们任运往生, 任运地花开见佛, 那么遗根的忏除就是要开发佛人智慧, 要了解真空妙有, 要了解心佛众生等无差点, 要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内在关系, 这些我们都要通过文殉佛法, 净土圣言量, 把这个怀疑慢慢的遣除, 产生清净的信心。 好,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不得了, 祈愿众生回归安阳。 到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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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